我如果有證據拿出來 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幫忙 幫忙 館長身穿白衣 來到北檢外申員柯文哲 隔空開槍檢察官 激起小草 激養情緒 搬出柯媽媽大打背琴牌 北檢外頭不只館長鬥了 民眾黨公職也陸續加入 現場高唱柯文哲競選歌曲 黃國昌被捕捉到默默低頭 疑似擦了擦眼淚 對著小草繼續喊話 也聲援柯文哲拒絕夜間偵訊 即便可問者遭當庭逮捕 是因為拒絕在北檢休息 靜自想離開 民眾黨人怒嗆司法不公 而這連串動作 也被質疑是政治操作 四叉貓眼尖捕捉到民眾黨 賴群組 立委林國成在群組直喊團結一致 穿草鞋幹到底 媒體人黃耀明就分析 柯文哲跟律師早就決定 要往政治案件處理 要讓檢方偵辦過程程序拉長 營造他被政治迫害的能量 都是柯陣營可能的手段 如果沒有政治現今風暴 這招或許可行 遺憾的民眾黨在黃國昌的帶領之下 他為了要接收柯文哲的政治遺產 不惜煽動民粹來挑戰施法 我們今生所體驗 明顯違法的程序 那希望我們的執政當局 能夠說清楚講明白 民眾黨雖聲稱 不過度揣測 檢調有政治迫害 但種種動作言行被質疑 不已知 三順沈想徐宣台北採訪報導